印度持续了六个星期的选举程序 星期六进入最后阶段的投票 这场号称全球规模最大 持续时间最长的大选 合格选民有将近十亿人 普遍上百姓在乎的除了柴米油盐之外 也很重视国家经济发展 提高就业机会 让每一户人家都有三餐温饱 我们会为全国的政治人员 这是我们的效果 我们不需要促义 第二个女人都没有房子 这些人还要做一件好的订 vamos来 我们需要继续政府整个国家 我都不需要也成为喜好的夫人 全国的日本人都不可爱 每个国家的民主人都不可爱 每个国家都不可爱 全部的国家都不爱 印度大选自4月19号开始启动 持续到6月1号结束 4号才会开始正式计票 全国选民将决定904名候选人的命运 争夺57个席位 73岁的总理莫迪已经执政10年 但他寻求罕见的第三个总理任期 他率领的印度人民党和国大党 拉胡尔干地领导的反对党联盟 展开竞争 一般预料印度人民党将赢得多数议席